IT宣布报新型科学院早知道 当年被誉为OPPO最强旗舰的Fi系列 凭借着出色的外观设计 不及成本的对应件 超高的性价比 给机友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过令机友们心酸的是 自从OPPO发布Fi期以后 该系列就一直没有了消息 虽然后面陆陆续续地传出 Fi9、Fi11的消息 但最后都被OPPO无声否决了 然而这一次OPPO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重榜消息 6月1日OPPO官位正式宣布 即将推出未来旗舰OPPO5X 并曝光了一张久等了的官悬海报 时隔4年 Fi系列终于要王者归来了 知悉这款回归的FINE手机 被称为OPPO5X 具体参数在未曝光 不过从OPPO最近频繁的参加活动来看 旗舰处理器 3D结构光技术 评向指纹 超级闪冲等 都很有可能奇迹亮相 这款OPPO真旗舰手机 肯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对于曾经的OPPO老粉来说 终于等到充满黑科技器 直到OPPO回归 而对于取华群众来说OPPO手机终于能够用上旗舰处理器 以及TAC接口了